配合蓮外道路博有鋪設的工程 清水地熱公園將在4月8號以及4月9號休園兩天 園方也利用這兩天的時間來進行煮淡池和泡腳池的清潔工作 開園後將會以全新的面貌來迎接遊客 為了營造一個安全又衛生的地熱體驗環境 縣政府利用清水地熱旁的中油工作站就職 並且向中央爭取經費 設置清水地熱公園 包括遊客中心 泡腳池 阻斷池等等休閒設施 深受遊客的喜愛 平時都有數千遊客入園 假日的時候甚至超過1萬人 現在全面連續假日都超過700千人 連結的話最多的時候會有將近1萬1千人左右 配合連外道路國有的鋪設工程 清水地熱公園將在4月8日9日休園兩天 園方也會利用這兩天的時間 進行煮淡池和泡腳池的清潔工作 以及環境的整理 開園之後將會以全新的面貌來迎接遊客 清水地熱公園配合連外產業道路AC工程施工 本部以10月9日8日9日休園兩天 休園期間會針對延期的煮炭池 泡腳池 做前面的檢修及清理 並同時會進行全區的環境清潔工作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新採訪報導